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10月22日,星期五 昨天的时候呢,拜登讲了一席话 一下子在全世界嚼起来了一个大风浪 全世界都认为呢,拜登这是说的真话吗?还是说的胡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呢,是在昨天参加CNN在巴尔地摩举行的一个市民大会上 当接受这个民众提问的时候 当被问及说,如果说中国大陆武统台湾 那美国是不是会防卫台湾呢? 他说,会的,我们对此是有承诺的 这一席话呢,不仅把现场的这些民众惊呆了 连全世界全都惊呆了 什么意思啊? 我们都知道呢,美国一直以来 在台湾这个问题上 他的做法呢,就是一个战略模糊的 让台湾方面不知道美国会不会帮他 那让大陆方面呢,也不知道美国到底会不会帮台湾 全世界也不清楚到底会不会 就是到底会不会 说的话呢,都是模棱两可 这就叫战略模糊 难道说美国现在要把这个战略模糊给他清晰化吗? 这不仅使人也想起了在八月份的时候 拜登当他接受ABC采访的时候 他曾经也说过 那会儿呢,就有一种说法 就觉得说呢,美国既然现在把阿富汗抛弃了 那将来也会抛弃台湾的 那当拜登在那个时候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他就说,他说呢 台湾、日本、韩国 这些地方与阿富汗都不一样 说我们会用什么北约的第五条 如果这些地方受到侵犯的话 就好像美国受到侵犯一样 我们是会挺身而出的 那句话呢,也让全世界惊呆了 一个是呢 难道说要摒弃对台湾的战略模糊了吗? 另外一个呢 就是台湾和北约能一样吗? 就连日本和韩国 他和北约也不一样啊 怎么把台湾拽到这里面来了呢? 那当时白宫呢 就紧急灭火 连忙就声称说 No, No, No,总统不是那意思 我们对台湾的态度呢 还是一如既往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我们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同时呢 我们会信守对台湾的承诺 让台湾提高他们的自我防御能力 好, 8月份的这件事呢 就算过去了 那就在昨天的时候 拜登在市民大会上 再一次又当着全世界的面 又说了这样的话 那他是说划了嘴了吗? 我们来看一看 他在这个CNN大会上 他还说了什么? 他说呢 人们不应该担心 华盛顿的军事实力 因为中国、俄罗斯和世界上 其他国家都知道 我们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国家 你不用担心我们的实力 我们是有实力的 可是呢 大家可能还记得 就是在前一天的时候 当他上飞机来参加这个市民大会的时候 上飞机之前有记者问到他说 关于中国的那个高超音速 导弹试射的那个问题 你觉得你担心吗? 然后这个拜登就回答了一个字 Yes 而且呢 这两天 关于中国试射那个高超音速导弹的那个事呢 闹得是沸沸扬扬 中国一直是否认这件事情的 但是美国表现出来 还有呢 爆料人爆料 美国当知道中国试射成功以后呢 是胆战心惊 非常出乎他们的意料 给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现在 拜登有说呢 说人们不应该担心华盛顿的军事实力 连他自己都担心 别人怎么可能不担心呢? 好 这是一个 然后接着他又说了 他说你要担心的是啊 中国是不是会采取一些行动 让他们陷入放下严重错误的处境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中国武力统一台湾的话 那你的这个结果会很严重 后果会很严重 就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因为美国是有军事实力的 美国的军事实力是全世界最强的 中国不可能在美国参与的情况下能够打赢 就是这个意思嘛 然后呢 他又接着说什么 他说 以他和习近平的这个关系 他并不希望进入一场长期的冲突 他说 我与习近平交谈和相处的时间 比其他世界领导人都要多 他说啊 这就是为什么 你听到有人说 拜登想与中国展开一场新的冷战 我不希望与中国进入冷战 但是我要中国明白 我们不会退让 或者改变我们的任何观点 那他这些话说出来了以后呢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立马就做出来了回应 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 今天在记者会上呢 是这么回应的 汪文斌说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等核心利益问题上 中方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 任何人不要低估中国人民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不要站在14亿中国人民的对立面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 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的信号 以免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那这就是中国外交部的一个 斩钉截铁的一个回复 那拜登说的这些话呢 也确确实实 让台湾方面呢 有点小兴奋 台湾方面是怎么表态的呢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 他就表示说 非常感谢拜登总统再度重申美国对台湾的一贯承诺 欧江安说 中国的军事扩张与挑衅行径 以使美国及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高度警觉 我国政府会继续加强自我防卫能力 你听啊 就这台湾呢 一口一个把台湾称为我国政府 他说 全力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制度 国家安全与人民福祉 自称国家 也将与美国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深化合作 共同促进台海及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和繁荣 那看得出来呢 台湾应该是因为拜登再一次说了这样的话 他们心里面觉得呢 腰杆就很壮了 有人就给他们把那腰杆上的给他撑起来了 对不对 但是啊 但是 拜登说完这话以后呢 当时就让白宫在场的官员呢 惊出一身冷汗来 觉得说这总统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是老糊涂了吗 然后就在这个大会刚一结束的时候呢 这个官员马上就对CNN表示了 说总统说的这些话呢 都不算数 说呢 总统在这些话里面 并没有指出来说 我们的政策有任何的改变 而事实上我们的政策 没有任何的改变 没有一点改变 这是白宫呢 就赶紧灭火 赶紧消除拜登的这个影响 那今天早上我起床以后呢 我看到有好多网友呢 都非常的气愤 认为白宫这样说 难道说你们的总统说话 就是放屁吗 总统说话都不算数了吗 总统说的这些话 说一点都不算数 鬼也不信 对不对 他不可能说 一点这个意思都没有 就随口胡说 那是不可能的 现在很显然 美国以及西方 在这么长时间 没有一个世界大战的情况下 他们积聚了一些负能量 现在我们看到 他们的负能量满满 这些负能量 他们得有出口发泄呀 所以说呢 如果说 中国现在武统台湾的话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很有可能会做出愚蠢的举动 很有可能会做出愚蠢的举动 这是为什么 中国现在看起来 改变了策略 习近平这一次呢 强调的是和平统一 而且呢 我们现在就从呢 中国最好的 最有力的这个合作伙伴 就是俄罗斯 普京最近连续发表的一些言论呢 我们能够看出来 中国呢 确确实实要推动这个和平统一 确确实实近期没有武统的这个决心 没有这个决心 不像美国所宣扬那样的中国的威胁论 觉得呢 分分钟就会武统台湾 说中国最近呢 10月1号国庆节这段时间以来 加大了在台湾绕飞的飞机的数量 以及质量 就觉得说呢 这是对台湾一个威胁 那你不想一想 你美国最近联络那些狐朋狗友 在中国的这个地区 这种挑衅和威胁的数量和质量 有多么的密集啊 是不是 矛头全都是指向中国的 你让中国还一点表现都没有吗 这可能吗 是不是 所以说你天天到人家门口来挑衅 你这就不是威胁 中国自己呢 就稍微有点小表示 然后这就是威胁 美国的这些做法呢 它越来越不把和中国之间的 三个联合公报当回事 这两天呢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也一再的提到 这个三个联合公报 尤其是还提到了 联合公报里面说 你美国对台湾 你不可以对它进行这种军售 三个联合公报里面 早就规定了 你美国对台湾的军售 你要逐步的减少 逐步的降级 以至于完全没有 可是这些年以来 美国是怎么做的呀 还有呢 就是三个联合公报里面 明确的说 你美国不可以在台湾 有军队 不可以有军人 可是美国最近都明确承认了 一年多了 美国的军人 还有不少的军人 就在台湾的土地上 这不是明目张胆吗 这你让中国怎么想 中国如果对这些全都没有表示的话 全都视不见的话 那可能吗 那根本就不可能啊 不过呢 如今的中国 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了 虽然说呢 我在视频里面 我也经常说 长痛不如短痛 有能力又不是没能力 就应该一举的把台湾拿下 如果毛主席还在的话呢 毛主席早就拿下了 但是呢 我也理解啊 中国政府 现在他们的想法 我想呢 就是非常的珍惜 中国现在的这个发展 如今的中国 和以前的中国不一样了 虽然说呢 军力方面 中国已经和以前的中国 不可同日而语 在很多方面 都已经超过了美国 但是 我们现在是穿鞋的呀 你越是发展 我们自己的日子好过了 越是不想 把自己这个发展成果 让它受到破坏 对吧 也不想 让这种发展的势头 受到遏制 美国的副国务卿 斯尔曼 他7月份 到中国访问的时候 中国给他 交了三个底线 第一呢 你不可以干涉 中国的这个社会制度 第二呢 你不可以干涉 中国的发展进程 第三呢 就是你不可以 干涉中国的主权 这是三条底线 那台湾这个问题 现在呢 美国的所作所为 就是要来破坏中国的社会制度 就是要来破坏中国的发展进程 同时呢 也要干涉中国的这个主权内政 中国是不会让美国的这些阴谋得逞的 中国要发展 中国要发展是一个硬道理 所以说中国在台湾这个问题上 是非常谨慎的 那最近呢 我们就从习近平 他在辛亥革命 110周年的讲话里面 反复提到和平统一 然后习近平的好朋友 普京也好几次的敲边谷 就说中国没有武统的打算 就那记者问说 哎 中国最近可能要武统台湾了 要动用武力了 普京就是说 中国要动用武力 我们没听说呀 这是一个 另外呢 前一阵子普京就是说了 中国他要统一台湾的话 不用动武 和平统一就行 中国这个经济能力 对吧 什么事办不到啊 中国现在经济能力 已经超过美国了 什么事办不到啊 那最近这几天 有关这个埃克法 是不是能终止的这件事情 虽然说大陆这边的 这些媒体呢 并没有来讨论这件事 但是呢 不知道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媒体 就提了一下这事 哇 在台湾就引起来了 渲染大波 我昨天还专门 做了一个视频 来讲这事 如果中国把 埃克法给终止了的话 那对于台湾来说 就是一个灭点之灾 有一个说法呢 就是到2022年的 1月1号开始 埃克法我就不给你了 就停了 如果那样的话 台湾很快就松了 埃克法 它成立的一个前提 就是当时台湾就不行了 当时台湾 因为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形势之下 那会儿台湾已经扛不住了 所以才和大陆搞好关系 大陆才给了它这么一个会台的政策 等于说台湾 饿得不行的时候 中国把这奶嘴就送到它嘴里去了 我昨天在那个视频里面 已经用数字说明了 台湾是如何的依赖大陆 如果没有大陆的话 它会怎么样 它在全球的自由贸易的覆盖面 只有14% 如果中国大陆一撤 它必死无疑 如果下一次 他们再来像马英九那会儿 要求中国从经济上跟它合作的话 那中国肯定是不干 肯定要提出两岸统一 昨天我那个视频做了以后呢 我看到好多网友留言 说原来不是个short thing啊 太失望了 希望中国大陆把这件事情做实 我以前我就说呢 每天早晨我醒来 我就希望能够看到台湾回归了 那现在呢 我就有一个梦想 希望每天早晨醒来的时候 看到ACFA停了 我觉得大陆会这么做的 指不定哪一天早晨 我们醒来的时候 就看大陆宣布ACFA停了 这个视频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关于这个新加坡的疫情 我前天的时候呢 做了一个视频就聊了一下 视频里面呢 其实还有其他的内容 就主要是讨论了一下新加坡的这个疫情的情况 主要是呢 转述了北京大学的一个专家 他对新加坡的这个抗疫的一个观察和分析 那北京大学的这个专家呢 对新加坡的抗疫的观察和分析呢 也不是他的目的 目的呢 就是为了对中国的抗疫 有一个指导性 那北京大学那个专家呢 经过对新加坡的这个抗疫呢 进行分析 就觉得说呢 新加坡从头到尾 基本上 它的抗疫的策略呢 有所改变 先是比较效仿中国大陆那种清零的政策 一开始呢 这个疫情 因为采用大陆的清零的政策 所以呢 控制的还不错 但是呢 最近的两个月的时间当中 新加坡的这个确准数呢 猛增了9万 有的朋友给我指出来了 说呢 不是增了9万 是一共9万 No 是增了9万 不是一共9万 新加坡现在一共是16.2万 这两个月 它增了9万 为什么说增了9万呢 就是因为新加坡 从6月份开始 他们就开始实行这种 和病毒共存的这种策略 其实它还没有完全实行 和病毒共存的这个策略 但是呢 这个感染数呢 就层层的就上来了 但是呢 最近10月中旬以来吧 新加坡的政策呢 又改回去了 我之前的观察呢 就是它又加强了 但是呢 仍然的主旋律 还是与病毒共存 那这样一来呢 就有人给它总结出来了 就叫仰卧起坐似的 一开始呢 就是挺严的 后来呢 觉得这个病毒呢 搞不完 就以它共存 就等于是躺平 对吧 就躺平了 躺平之后呢 发现不行 然后又起来了 这不就是仰卧起坐吗 那我昨天呢 就转述了 北京大学的那个专家 他的这个观察 分析 有新加坡的网友呢 有的人就觉得 心里面有点不舒服 好像觉得 对我们新加坡的 这个抗议呢 还有对我们 新加坡的政府呢 好像有一点否定 确确实实是 对新加坡呢 是有一点否定的 就是对这种躺平 是一个否定的 因为中国呢 也有两种声音 虽然说呢 另外一种声音 比较小 那政府呢 就是坚定不移的 实行这个清零的政策 那大陆呢 有一位医生啊 也是一个专家了 他叫张文宏 张文宏就提出来 与病毒共存 这么一个主张 他也代表了 一些人的这个主张 那中国政府呢 就坚决没有实行 但是北大的这个教授呢 他就在研究 可能除了北大的教授 还有很多人 都在观察和研究 就这个躺平行不行 那事实证明呢 这个躺平还真不行 中国大陆呢 就是想从新加坡的 这件事情呢 总结一下经验教训 来指导大陆的这个抗议 并没有对新加坡 有任何的一个恶意 那作为我来说呢 我更对新加坡 没有任何的恶意了 我这个视频出来以后呢 我非常感谢 新加坡的朋友 来关注我这个视频 我非常感谢 那有新加坡的朋友呢 转发 我就发现 哎呦 我这个视频 怎么突然一下的 这个点击量上来了 后来我就发现 是新加坡的网友呢 比较关注我这个视频了 有新加坡的网友转发 引来了一些新加坡的网友来关注 那在这儿呢 我就想说了 我从来没在我的视频里面 号召大家说 你要点赞订阅转发 我从来没有啊 我看到有的媒体呢 他们在这个视频里面 每一个视频都会说这个 而且在视频里面呢 就是不停的说这个 在片头可能会提醒 在片尾会提醒 在中间也会提醒 我以前就觉得说 哎呀 那个可能没用吧 但是我现在好像发现 还是比较管用的 所以呢 请大家订阅关注转发 好吧 非常感谢啊 那我今天呢 就是关于新加坡的情况呢 我刚才等于说 就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中国的专家呢 没有恶意 我自己呢 也没有恶意 另外呢 还有新加坡的朋友 又说呢 哎 你了解的呢 有一些偏差 说我们新加坡呢 其实不是说 所有的人都反对这个政策 其实有好多人支持政府 因为我们新加坡 跟中国大陆没法比啊 中国大陆那么大的一个国家 对不对 如果说他实行这个清零的话 对他的经济有一点影响 但是呢 他全盘能撑得住 他们基本盘大能撑得住 可是我们新加坡不一样啊 新加坡就这么一点 弹丸的一个小地儿 我们如果说一直坚持清零 一直坚持封锁的话呢 我们受不了啊 我们必须得开放 而且呢 新加坡的经济结构 跟中国大陆也不一样啊 中国大陆呢 有很多的工业 你说你不开放 我就在家里面 我闷头 我自己在那进行生产就行 可是新加坡不行啊 新加坡基本上是靠这个服务业 旅游是很大的一块啊 如果外人不来的话 我们就受不了啊 所以啊 我们也得实行这样的一个政策 其实呢 北大的那个教授啊 他在他观察和分析当中呢 其实也提到了这个 就认为呢 新加坡 他能够这么做 也是因为他自身的一个特点 他受不了 如果持续性的进行封闭 受不了 不仅新加坡受不了 就连其他的一些国家 比如说英国呀 什么的这样的国家 法国欧洲这些国家 他们也受不了 别说他们受不了了 就美国都受不了 对不对 别说美国受不了了 就是印度 他也是一个13 4亿人口的一个大国 可是呢 他也不敢和中国那样 实际上呢 这是一个策略的问题了 就是长痛短痛的事 中国呢 就觉得说 我长痛不如短痛 我就短痛 我就把它给了控制住 我不会哩哩啦啦哩哩啦啦 一直有 而且呢 那个风险是很大的 谁能保证 中国如果说和病毒共存的话 不会造成 一下子 中国就是每天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的确诊 谁能保证这个 没有人可以保证这个呀 所以呢 中国就得用这种 比较特别特别保守的一个做法 而且呢 现在与病毒共存的这种思潮呢 其实还是越来越强烈 那有很多的中国大陆的网友 还比较担心呢 就担心中国政府 一个不留神 一个意志不坚定 一恍惚 结果呢 把这病毒就放进来了 到那时候就麻烦了 那还有网友说呢 哎呀 其实我们新加坡 你别看着说呢 最高的时候 前天已经达到了 3900多 将近4000 其实我们也不严重啊 只不过是几千而已啊 其实不是哎 有的人说 哎呀 新加坡是有几千 有什么严重的 可是呢 如果你按比例来算的话 其实新加坡 也不是说不严重 你就单从啊 新加坡 他的这个感染数来说 这个世界上呢 都把新加坡 当成了一个模范 尤其是在之前 两个月之前 绝对是把新加坡 当成模范的 但是我每次说到 新加坡这个模范的时候呢 其实我的底气 并不是很足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的时候 在这一波之前 在他们与病毒共存 带来了这个 9万多的确诊之前 他也有六七万呢 对吧 六七万是什么概念啊 中国满打满算 现在呢 只不过也就9万多 不到10万呀 你新加坡之前 你是7万多 可是你现在已经16万了呀 咱们就说 这个总数 16万的这个确诊数 比中国都多这么多 可是你的人口 跟中国能有法比吗 根本就没法比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就跟美国比 美国很严重啊 对不对 我们就跟美国比 那我查了一下呢 今天美国报的日确诊呢 是81987 听起来很多 对不对 但是呢 你要知道 美国的人口是 3亿2950万 而新加坡呢 他一天 他新增 3900多 咱们就给他算4000 啊 委屈一点 算4000 其实算到4000和3900多 也没有太大区别 然后呢 人口 我查了一下 是568.6万 然后我就给他算了一下 这个百分比 美国呢 按总人口来说 他这一天的新增 占总人口的是千分之 0.29 就算是千分之 0.3 但是新加坡是多少啊 新加坡是千分之 0.7啊 你千分之 0.7和他那个 千分之 0.3 你是他的两倍 还要多呀 所以说 如果按照这个比例 来说的话 新加坡现在的疫情 真的是挺严重的 但是呢 我有一个疑惑 我一直有一个疑惑 新加坡的死亡 是全世界最少的 少到难以置信 难以置信啊 虽然说呢 他现在 他的死亡的数多了 但是呢 他仍然是少的 你看新加坡 到现在累计 一共是感染人数 是16.2万 但是他死亡 只有280个 280个 你再跟中国比一比吧 中国呢 确诊人数 都不到10万 对吧 但是呢 死亡有4000多 中国的那个死亡比例 和世界上 就是所有的国家的 死亡比例 都差不多 但是新加坡 是出奇的低 我不知道新加坡 是怎么做到的 我在我的视频里面 在以前的视频里面 我也经常提到这个 新加坡 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 他的这个死亡率 有这么的低 以前我就觉得说 是不是新加坡 他的医疗条件 特别好呢 我觉得有可能 新加坡的医疗条件好 可能是一个因素 但是我觉得新加坡 好像也没有 三头六臂啊 是不是 医疗条件好 美国医疗条件不好吗 难道说 同样的程度 在新加坡 你就能治好 在美国就治不好吗 如果这样的话 那你把你的经验 传授给其他的国家 全是其他的国家 都到你新加坡来学习啊 但是好像也说不过去 我就有一种理论呢 我就认为 这病毒和病毒不一样 然后人群 对病毒的这个耐受力呢 也不一样 就是对不同的人群来说 这个死亡的比例呢 也不一样 但是呢 新加坡它也是华人呢 对吧 你说它怎么就这么低呢 但是前两天 就有一个网友说 说新加坡隐瞒 我说你有什么证据吗 说新加坡隐瞒 你光感觉 你光是说 哎呀 你不可能这么低 别人都那么高 你为什么这么低 你就是有隐瞒 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下结论 然后有一个网友就跟我说 有一天他就说 他说我明摆着的 他说我就知道 一个人群 我忘了他说是老人院呢 还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他就说呀 他就知道那一天 死了20多个 但是新加坡从来没有说 哪一天死了20多个 当天没有说死了20多个 第二天也没有说死20多个 那我还问他 我说如果说他们隐瞒的话 这个死人呢 和其他的 他不一样啊 死人隐瞒不住 因为你得火化呀 那你有没有看到 你们的火葬场 他们忙不过来 那那个网友就说呢 这个说不好 没有观察到 掌握不到这个信息 所以现在呢 新加坡死亡的人数 奇低 到底是为什么 现在我还得不出来结论 莫中一世 现在呢 既然是有这么多 新加坡的朋友 关注了我的这个频道 那我希望呢 新加坡的朋友 给我留言 你告诉我 你观察到了 或者是你认为 为什么新加坡的死亡率 这么的低 但是呢 不管什么原因 新加坡死亡率低 这对新加坡来说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 非常好的一个事 你要说最近呢 是因为他们打疫苗 让他们这个死亡率低 那之前呢 之前呢 就是去年的时候 他一下子有一次呢 他那个劳工宿舍 一下子就有6万多的确诊 而且劳工宿舍 那么集中的一个地方 是吧 他们怎么就没有人死亡呢 是不是挺奇怪呢 那有的网友 如果说你有观察到 说不对啊 那个劳工宿舍 那会儿天天往外抬死人 但是并没有报死人 他们就是隐瞒了 如果是你看到这个呢 你也跟我讲 我无异于去黑新加坡啊 再次申请 无异于 我只是想知道真相 如果这个真相 对新加坡来说呢 非常的不利的话呢 我也无异于 当新加坡的一个吹哨者 我也无异于去挑破 新加坡的农包 我也没有这个故意 反过来说呢 我对新加坡 因为大家都是华人嘛 我对新加坡 还是有一种呢 倾向性 从情感上 是有倾向性的 觉得我们大家都是华人 更晃新加坡对中国大陆 这个李显龙啊 还有其他新加坡的 这个政治人物 对中国大陆呢 是相当的挺的 是很挺的 比如说这两天 新加坡的李显龙 他又出来说了 中国不是想加入 那个TP CPP吗 现在日本是 轮值主席国 好像呢 对中国有点不太利 那新加坡的这个 李显龙呢 最近他就发话了 说明年的时候呢 这个新加坡 是CPTPP的 这个轮值主席国 新加坡极力主张 中国加入这个CPTPP 还有李显龙就经常出来 为中国撑腰说话了 新加坡呢 好像有一半以上 都是华人吧 都说国语 对吧 让人觉得特别的亲切 最后呢 我想跟大家呢 来报一下 中国外交部报了 是在10月15号的时候 习近平和李显龙 通了电话 那这就是上个星期五啊 今天是星期五 上个星期五的时候 他们俩通了电话 这个通了电话的内容呢 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国家之间 在哪一些方面 是有沟通 有合作 好 这个内容呢 是这样的啊 他们两个这个通话当中呢 习近平就指出来说 忠心作为近邻和伙伴 政治上相知互信 合作中与时俱进 交往中互学互建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双方守望相助 共克时间 推动双边合作逆势前行 彰显了中心关系的活力和韧性 当前中心两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双边关系 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双方应该以两国人民福祉和地区繁荣发展为重 共同解答好 以后发展这个新课题 继续交出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中方愿意同新方保持高层交往和战略互通 加强联防联控 稳妥有序的恢复人员往来 深化疫苗药物研发等领域的合作 构筑数字经济 绿色可持续发展等合作新高地 欢迎新方深度参与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进场 推动两国合作不断的提升质量和水平 我们从这里来看呢 这里面提到了关于这个疫情 我相信呢 在新加坡实行了与病毒共存 然后受挫之后 李显龙呢 应该有意从中国来吸取经验 也很愿意和中我来分享这个教训 习近平强调说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 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面临多重挑战 中心在维护多边主义 实现共同发展这一重大议题上 理念相通 利益相细 中方愿同新方加强多边合作 携手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业 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如期生效 为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动力 今年是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 中方愿意同新加坡和其他的东盟国家一道 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合作共同体 这是习近平在这个谈话当中的表态 那李显龙怎么说的呢 李显龙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过了半个月了才祝贺 是不是有点晚了 再次祝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旦 然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旦 他已经祝贺过了 有再次的祝贺 这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72周年 是不是有点晚啊 我感觉新加坡呢 最近对中国的态度的 稍稍有一点冷淡 我觉得 我觉得有一点冷淡 有好多重要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呢 他们没表态 比如说澳大利亚核潜艇这事 新加坡就没表态 还有呢 关于疫苗这事呢 新加坡的态度我也觉得挺那个的 新加坡呢 有朋友跟我说 新加坡不给他的民众打中国疫苗 那昨天呢 我又向更多的新加坡的朋友了解了一下 我说是这样吗 是不给民众打中国疫苗吗 他说啊 是这样的 新加坡呢 打疫苗分官方和民间 官方呢 只打两种疫苗 一个是辉瑞 一个是莫德纳 然后呢 民间允许他们打中国的国药和科兴 如果你想打国药和科兴呢 也可以 你可以到这个私人的诊所去打去 但是呢 新加坡是承认中国这疫苗的 我也看到了最近新加坡才承认这个中国的疫苗 是承认什么意思呢 我当时还觉得承认是什么意思啊 是说跟美国似的吗 就是我开放边境 你到我这来的时候呢 如果是你打了科兴疫苗 我也承认 美国就是世卫组织承认的那些呢 他们现在都承认 加拿大现在还不承认中国的疫苗呢 加拿大现在呢 只承认 加拿大承认的这几种疫苗 说新加坡承认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新加坡的承认呢 是说 如果你入境新加坡的话 你打了科兴或者国药呢 他也是承认的 就跟打了辉瑞和莫德纳一样 如果打辉瑞莫德纳不需要隔离 那你也不需要隔离 那辉瑞莫德纳需要什么样的隔离 你也需要什么样的隔离 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新加坡的国内 那有一些场合呢就要请你说 哎你来的话呢 我需要你出事 你已经打过疫苗了 那如果说你打过了辉瑞 或者打过莫德纳 那我承认你 如果是你打过了科兴和国药 那我也承认你 比如说你去看电影 就打个比方啊 你要来是说 哎你打过疫苗了吗 说打过了 说打的什么呀 打的辉瑞 进去吧 然后说打的科兴 进去吧 就是这样的 他也承认 但是呢在10月 我忘了是几号 10月好像8号才承认 10月8号之前是没承认的 是没承认中国的这个科兴和国药疫苗的 说民间什么时候可以打 这个我也没太搞清楚 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开始说民间可以打的 但是如果政府不让打这个疫苗的话 政府不给打这个疫苗 只是民间可以打的话 那我想对有些人是有影响的 对吧 那就是说呢 你到政府打你可能就是免费的 你到私下里到私人诊所去打 那你就得付费吧 那有的人如果说没钱的话 那不就想打科兴疫苗就不能够吗 是吧 所以新加坡呢 在这个疫苗的问题上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立场问题 但是呢 有网友跟我说不是立场问题 是技术问题 说是呢 他们并没有从这个试验数据上 得出来一个结论 说科兴和国药都能够符合新加坡的要求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立场的问题 连美国都承认了 这个世卫组织早就认可了呀 你新加坡是因为什么 对吧 没有说服力 你要说只是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呢 政府不打这个疫苗的话呢 我觉得说不过去 说不过去 新加坡呢 确确实实对中国的这个态度呢 最近也像他们对抗疫这个态度一样 有点仰卧起坐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认为就是与中巴经济走廊有关 中巴经济走廊现在越来越火了 对吧 那有很多的货物的话呢 就走这个中巴经济走廊了 就不走新加坡了 不走新加坡 新加坡就没啊 没啥希望对吧 可能对中国呢 心里不爽 肯定不爽 这应该是也是一个因素 这个视频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呢 美国昨天的时候呢 他们进行了一个超高音速导弹的一个试射 大家呢 有可能被搞糊涂了 那在昨天呢 他们发布了两个消息 一个消息呢 说是三次测试全都成功 那一个消息呢 是说一次发射呢 失败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它是这样的啊 昨天呀 星期四的时候 它进行了一个试射 这次的试射呢 失败了 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推动导弹的这个火箭没有成功 那之前的三次成功是什么意思呢 之前就是星期三的时候 他们是对着超高音速导弹的一些零部件进行测试 那三次的测试呢 是成功的 那零部件经过测试都过关了 可以用在超高音速导弹上 它是这么回事 这个导弹需要用火箭来发射出去 这个火箭它成功不了 然后有的网友可能又被搞糊涂了 网友人说 哎不对呀 上个月的时候 美国不是试射成功了 那个超高音速导弹的吗 而且呢 不是那些恨国党 还有国内的公知们 都在吹捧说 美国的这个超高音速导弹 才是最厉害的吗 对啊 这事呢 是这样的啊 超高音速导弹的发射呀 它有这么两种 一种呢 就是利用火箭把它打出去 打到太空里面去 然后再回到这个大气层 利用重力在这个滑翔的过程当中 然后让它的速度呢 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到最后呢 是非常的快 这是一种 那昨天美国试射的呢 就是这种 看来他们对于这个火箭的技术呢 还是有缺陷的 他搞不定这个火箭 为什么说他们最近老是对中国发射的 那个中国说是叫飞行器 然后那个东西 他耿耿于怀 他非常害怕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中国他试射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中国实际上就是试射了一个飞行器 上面没有导弹 只是一个飞行器而已 这个飞行器他射出去以后 他到了太空 到了太空呢 在一个轨道里面围着地球 就能转一圈 转一圈以后呢 还能回来 回来以后呢 还能回收 这就是中国说的 中国呢 其实应该说 没有说假话 我现在理解 而西方的媒体呢 说中国否认 然后呢 我也认为 觉得说呢 中国其实也没否认 中国就是干了这么一件事 用这个火箭 把这个飞行器打出去 打出去以后呢 围绕地球一圈 然后又回来了 又回收回来了 中国外交部就说呢 我们就是为了 弄这么一个飞行器 还能够回收 如果能够重复回收的话呢 那就省钱 中国也没说假话 但是呢 美国为什么害怕 美国害怕的呢 就是 现在美国呢 用火箭 把飞行器打出去 这一步 它都办不到 现在中国呢 不仅能打出去 还能回收 所以说呢 美国现在 你说它的技术 它已经差了多少代了 更何况呢 它就现在 对吧 你不用回收 就是普通的 这个用火箭 推出去的 这个超高音速导弹 它现在都办不到 它都办不到 所以呢 它能不急吗 之前呢 有恨国党 还有那些公知呢 就攻击中国说 美国的那个 带发动机的 那个超高音速导弹 那才叫厉害呢 带发动机呀 你那都不带发动机 靠自由落体 想想你那都落后 其实不是这样的 其实不是这样的 现在看来呢 带发动机这个容易 那美国其实 从2013年 它就开始研制 超高音速导弹 直到上个月 它才成功的发射了一个 带发动机的 超高音速导弹 而俄罗斯和中国呢 全都超高音速导弹 都已经列装了 而且中国 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 还射了两枚 从青海射了一枚 从浙江射了一枚 准确的命中了 在南海的活动目标 这叫什么意思呢 就是 如果你在南海的舰艇 舰艇就是活动目标 你在那活动 没有关系 然后这个导弹呢 远从青海 近从浙江 都可以 成功的命中你 中国的这个超高音速导弹呢 就是这么厉害 说白一点呢 就是说 这一次中国发射的 这个叫飞行器 它就是什么呢 它就是一个新的快递方式 中国的军迷不都是 管那个东风系列导弹 叫东风快递吗 就是快递给你发出去 发到你指定的地点 就叫快递 这是一种新的快递方式 美国现在呢 就解决不了这种快递方式 美国已经是落后了 现在呢 抓耳挠腮 你知道吗 他搞不出来 美国这恐怕呢 还是差不多头一次 这么远远的落后于中国和俄罗斯 而且呢 他就没办法 他不是一下子能够解决的事 今天我们看到拜登 在CNN的那个 Town How Meeting里面 说的些话说 我们是全世界最先进的 没有之一 中国俄罗斯都被我们甩在后头 如果说跟我们进行挑战的话 后果很严重 你想好了吗 拜登的这些话说实在的 这就叫什么 你知道吗 叫走夜路吹口哨 给自己壮胆 给自己壮胆 美国现在很清楚 和中国比 从技术方面 他到底是还有多少的优势 他有优势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他就有多少优势 就说不定了 所以呢 他心里面是非常害怕的 那他害怕呢 还不光是这个呢 还有呢 他连连的 有一些人为的东西呢 他也不行 他管理上不行 人也不行 那就是呢 这两天 他们公布了 还记得去年的时候呢 美国在他的军港 有一个舰艇 叫好人理查德号 两气攻击舰 招大火 还记得吗 火光熊熊烧了好几天 然后才烧完 就把这个好人理查德号呢 烧成了一堆废铁啊 现在呢 这事他们调查完了 公布了一个四百多页的一个调查报告 这个调查报告出来的以后呢 真的是很给美国丢人 让我们也看到了 那美国 美国人 你还能干点事 不能了 他本来这个好人理查德号 这个大火呢 他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首先他这个着火呀 就是因为他一个士兵 对他的长官有意见 他就诚心 他就放火 你说他们的思想教育 是怎么教育的 为了一点点可能是私奋 就敢把他们好几十亿造价的这么一个 两气的攻击舰点上火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呢 说他点火以后吧 如果说当时就能把这个警报拉响 当时进行救火的话呢 那这场火就很容易就能够扑灭 但是呢 事实是怎么回事 这个着火之后呢 这个船上 从他们的这个军官到士兵手忙脚乱 大家就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警报器在哪儿 如何来拉响这个警报器 更不知道如何来使用这个灭火系统 结果呢 手忙脚乱半天这个警报器也没有拉响 完了以后呢 搞了半天警报器拉响了以后 这些官兵们都不知道怎么使用 他这些消防系统 怎么使用都不知道 然后好不容易找出来怎么使用 发现呢 这些消防系统呢 87%都不好使 特别讽刺的是呢 他这个好人李查德号啊 他在这个军港里面就是正在维护的 他就是在维护 都维护好了 马上要离开这个维护军港了 结果你怎么维护的 87%的不好使 然后呢 这些军官们 士兵们都不知道怎么用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结果呢 眼睁睁的 好几十亿美元的这么一个大的舰艇 结果就烧成飞铁了 你说你美国还能干点啥事 现在呢 我们就再说哈 台湾这两天也出来了一个消息 就是台湾在上一次军演的时候啊 他有一个F16的这个战机 这个战机出去就军演 发射了这个鱼叉导弹 发射完了以后 回来以后 以检查这个飞机上 哎 怎么我自己飞机上这么多的伤痕呢 好像是被导弹击中的痕迹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然后迟迟呢 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最近呢 就出来了一个说法 说这个呀 很有可能是 被自己发射的导弹击中了 就是说自己把自己打中了 这我们就不明白了 你这个飞机发射个导弹 怎么还能把自己打中呢 然后呢 这个报道就说了 这在台湾的军军当中啊 自己把自己打到 可不是第一次 也不是第二次 也不是第三次 也不是第四次 起码都有五六次了 在以前的时候呢 就有他的那个战机 他就发射了一个导弹 或者是炸弹之类的吧 完了以后呢 就把自己炸到 严重的还把这个飞机 就炸报废了 然后飞行员什么跳伞呀之类的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是呢 这个飞行员 他发射了导弹以后吧 他就俯冲 那个导弹还在弹道之内 然后他就俯冲 这一俯冲 他俯冲到了 那个导弹的弹道之内了 结果把自己打到 在台湾空军的历史上呢 这事儿 起码有五六次 所以这一次 他这个F-16 发现上面有伤痕的这件事情啊 现在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现在就提出来了 很有可能就是 被自己发射的导弹 给他伤到了 进到了他的那个弹道里头 好在呢 并没有炸到 而是擦伤一下 所以说 就是我们对美国的那种神话呀 逐渐逐渐的就全都破功了 美国没有那么神 美国没有那么先进 美国没有那么厉害 美国的硬件呢 没有那么厉害 美国的软件 美国的人都没有那么厉害 还有呢 这次他的那个 康涅迪特号海狼级的 那个核潜艇 在南海那个地方浮出来 说是撞了 对吧 那件事呢 到现在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也不公布 现在呢 有很多居民就猜 美国呢 这一定是 又干出什么荒唐事了 说出来可能比较丢人 所以呢 他们迟迟是 不愿意公布这事的 等着他们公布的时候呢 一定是大家 又非常的吃惊 惊掉下巴 还能有这种事吗 我们中国呀 有一句话哈 特别是 不太好听的话 就是呢 非常荒唐 是个人都不会犯的错误 你看美国 是吧 美国这么先进的一个国家 美国的军队这么先进 你看他们干的事 是不是就很荒唐 非常荒唐 他们那些潜艇 也没少撞啊 他那些舰也没少撞啊 他那飞机也没少掉下来啊 对吧 所以说呢 对美国的这种迷信 尤其中国的恨国党 还有中国的那些公司 对美国的迷信 就是盲目的 就是盲目的 就是个迷信 毛主席说 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 美国真的就是纸老虎 不用太怕他们 他就是纸老虎 中国曾经在抗美援朝的时候 并没有空军 并没有海军 都能把美国给打败了 你还怕他什么呢 更何况 我们在统一台湾的时候 他们敢出兵吗 他敢吗 就是拜登 说了一次这个狠话 白宫就赶紧澄清 是不是 赶紧澄清 说我们总统不是那意思 总统说的不算 我没有改变 总统说的不算 什么总统啊 这是 拜登的那张老脸 往哪搁呀 是不是 丢死人了 我看这个超高音速 导弹的这件事 美国永远都追不上中国了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